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那语气回眸 你在哪一方停留 天若又轻易无弃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影迹 落在我眉运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若又轻易无弃 万丈红尘我的你 用你的牵挂 燃尽我满满 痴痴天涯你终未远离 天若又轻易无弃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影迹 落在我眉运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若又轻易无弃 万丈红尘我的你 用你的牵挂 燃尽我白方 痴痴天涯你终未远离 这一辈子你只能成为我的女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趁早打下我 殿下 放开我 难道我眼睛正看着 魏羊欺骗魏羊吗 我要告诉魏羊真相 我要告诉她 魏羊就是杀害我母妃的主谋 殿下 如果您把真相告诉了魏羊姑娘 就怕魏羊姑娘 在南安王面前露出破绽 如果南安王因此事针对殿下 殿下并无还手之力啊 我过不了这么多 我只要魏羊平安无事 那太子妃娘娘的死呢 锦慕太子的死呢 这下都不管了吗 殿下其实也不用担心 虽然南安王 对魏羊姑娘不怀好意 可是魏羊姑娘也未必会上当的 我必须要在全世上压过拓拔鱼 我才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现在皇上依然看重殿下 太子的属下 也表示会支持殿下 只要假议时日 殿下不是没有一争之力的 现在殿下必须要忍耐 现在南安王羽翼丰满 如果与他作对 并不是明智之举啊 高阳王殿下原来在这里啊 王子找我有何事 本王来呢 是想告诉殿下 本王自问从未看错过人 却唯独看错了殿下 本以为殿下志气高洁 与众不同 却没想到 也是一个贪图美色 有眼无珠的小人 我敬你是贵宾 也请你说话深言 你给未殿带来的伤害 我迟早都会逃回来 安乐 你说你平常任性妄为 我都由着你 可是今天 你为什么要故意 挑衅大魏公主啊 是他们无理在先 难道王兄不知道 他们背后称我们 柔然人文儒入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 小看了去 事情闹成这个样子了 他们就能瞧得起你了吗 既然我要在皇宫里 待一辈子 我就不能被人欺负了 我不靠自己靠谁 难道王兄你会帮我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帮你啊 今天我还联络了 大魏的大臣 来帮你说话 我知道你不想和亲 我更不想 可我们必须得行事谨慎 否则的话 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你知不知道啊 我就偏要闹个鸡飞狗跳 你 王子 外面有人找您 好像狠奇的样子 自己想想清楚 好了好了 公主 你就消消气吧 我不要和亲 我宁死也不要嫁到柔然去 公主 您一天没吃东西了 您多少吃一点吧 我不吃 要死算了 要死就不用嫁去柔然了 冰冰德不是稍微阻止和亲吗 为什么父皇还让我嫁到柔然呢 公主 原恋王子怎么还不来啊 难道他是真的这么无情 对公主不管不顾 公主公主 原恋王子来了 他 下去吧 宫女说你饿了一天了 这样子会饿坏身子的 来 来 我知道你还在为和亲的事生我的气 但是我已经上上下下都打点过了 让那些大臣们进言取消和亲 父皇就决定 谁敢多言 如果没人帮我说话 那我就亲自去找皇上 让他取消和亲 父皇才不会理你 那我 那我就带公主走 反正没有人能勉强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 公主 我说的是真的 如果有那么一天 不知道公主能不能抛下一切 公主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 只要和你在一起 我做什么都愿意 你 这不就对了 那你更需要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子 对不对 来 笑一个 笑一个 来 来 差不多 年轻人 不不不便 至于itted 黎敏德 我喜欢你 我知道 在你心里的那个人 一直都不是我 可是我还是 那么傻傻地爱着你 我托巴迪是大魏最骄傲的公主 可是 为了你 我愿意放弃一切 我愿意放弃一切 公主 有人 大家 遵 Mister 我 呀 我 我 哎呀 王子 王子见过上古公主了 你跟踪我 王子息怒 属下只是为了确保王子的安全 说起来属下和上古公主 还有一面之缘 你想干什么吧 王子 此人可以利用 你少自作主张 你敢伤害他 休改我对你不客气 王子为何如此关心上古公主 因为我跟他是朋友 仅仅是朋友吗 还有 王子如此放任安乐公主任性胡闹 莫非是想毁了和亲不成 还望王子多加管束公主 我知道该怎么做 王子当然会以柔然的利益为重 王子 属下还想提醒你一句 可汗交代的任务刻不容缓 王子 王子 该有所行动了 挤干净了 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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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乐公主 给我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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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 小姐 偷偷被我砸了 公主 你这是做什么呀 一个小小的欢音菊馆 是 竟敢侮辱我们柔然 我何时侮辱柔然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背后称我们柔然人文如肉 如辱 你还敢说 公主 我从未说过对公主不敬的言辞 公主是不是误会了 误会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背后说的那些坏话 我可是一清二楚 而且那天宴会上的事情 我还没让你算账呢 我们走着瞧 咱们走 这个安乐公主怎么这么坏啊 就是 你太不死了 我从未说过公主的坏话 到底是谁在搬弄是非 小姐小姐 安乐公主在得知李微央背后 说柔然的坏话 就立马带了一拨人 去换衣局找李微央的麻烦 将欣喜的衣服都丢了一地 现场很多人都看到了 他们俩算是结伤愁了 以后安乐公主要是有什么意外 李微央可就逃不了嫌疑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二姐 我听说安乐公主去姐姐那里闹事 姐姐还好吧 我没事 这要是换座从前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不过现在 看来一定是宴会上 姐姐帮了九公主 所以心胸狭窄的安乐公主 才对姐姐怀恨在心 九公主帮了我很多忙 我当然不能看着她受委屈 再说 我也确实想在皇上面前好好表现 让她对我留下好印象 以后 再找机会让她审理白旨一案 或许还会有机会 姐姐还没放弃啊 我一定不会放弃 我一定会找出那个凶手 让她为白旨偿命 后来 我又遇到了李长乐一次 他真的是厚颜无耻 为了脱罪 竟然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他说了什么 他竟然说那天你也进了宫 为什么不怀疑你 我 二姐 我 我知道 她一定是为了挑拨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我是不会上她的当的 况且 我也知道真正对我好的人 只有三妹了 好了 我还要去忙 离开太久不太好 二姐万事小心 嗯 嗯 嗯 李渭阳 好戏就要开始了 你可真的要万事小心了 把这些给卓贵人送过去吧 是 公主 公主在想什么呢 卫药 我在想 虽然我身为公主 却连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权利都没有 公主喜欢的人是二弟对不对 他跟你说的 他说什么了 他什么都没说 是你自己表现得太明显了好不好 有那么明显吗 可是那又怎样 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 那二弟知道公主的心意吗 我就要原嫁了 而且 居然是嫁给李敏德的傅函 公主先不要着急 只要一天未嫁 一天就未成定局 说不定还有转机呢 卫药 你会帮我想办法的是吗 好 先不要着急啊 又是他 我听说他之前进来找你麻烦了 今天我来帮你出这口气 公主 公主 阿罗 是你 与我年纪差不多 又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怎么样 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 拖拔笛 我跟你说你还真不是我的对手 别在这儿丢人羡养啊 公主 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 又是你 上次被教训了不服气 这次找人来帮忙 你要找 也要找个有能耐点的吧 喂 你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 说大话谁不会啊 有本事 比武场上去 这可是你说的 别到时候被我打趴下了 去威敌那里哭鼻子 这句话 要我来说才对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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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比武 就应该有点赌注 你想赌什么 金财宝对咱们来说不算什么 要不然咱们来点特别的 哼 哼 你想怎么样 如果你输了 如果你输了 就罚他 仗则五十 我要是输了 就由我的侍女代手 我们比我 关别人什么事 怕输就算了 什么 我会输给你 好 赌就赌 不过 我不需要打你的侍女 你要是输了 就不许再找卫央的麻烦 一言为定 公主 卫央 别担心 我们会赢的 公主 公主 拓拔笛 你输了 来人 把这里喂羊拉下去 仗则五十 卫央 你们别逗他 卫央 拓拔笛 你们喂人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不像我们柔人 既然说到就要做到 不可言而无信 要是再这样 我就去告诉父皇 这是你先要鄙视的 就算闹到皇上那儿去 我也不怕 这 卫央 卫央 住手 让开 卫央 卫央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只是打几下而已 公主不用担心啊 安乐 你太过分了 我们走 卫央 对不起 我不知道安乐公主这么厉害 我 爱是错 就是你害的 公主 你能不能不要胡闹了啊 你是公主 没人敢责罚你 可卫央呢 她就是个换衣局的宫女 敏德 你要再这么闹下去 非整死她不可 是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我 我 公主 别管她 敏德 你怎么能这么说公主呢 难道我说错了吗 她除了能惹事之外 还能干什么她 你可知道 她为什么这么做 她完全没有必要 去招惹安乐公主的 她只是为了要替我出气 想时时刻刻保护好我 照顾好我 可你又知道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九公主 她很喜欢你 非常非常地喜欢你 所以不管你是李家的养子 还是柔然的王子 她的心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只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她就把要保护好我 当做自己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情 她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会让你失望 你看她对你一往情深 你怎么还忍心责怪她呀 那我问你 是不是有付出 就会有回报 是不是 一直对自己喜欢的人好 就会换来她的 倾心以待 你不喜欢九公主啊 公主真的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女孩 我 哎呀 好了 好了 不提她了 对不起啊 这件事情 因安乐而起 她自小娇生惯养 我这回回去 会教训她的 让她以后 都不能再欺负你了 行了 没事的 他们既不如人 关我什么事啊 如果一开始说不起的话 就不应该招惹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故意行事伤人 到底是想干什么 总之 你要再敢伤害卫央 休怪我不顾兄妹之情 殿下 现在李卫央怎么样 幸亏元类王子及时赶到 卫央姑娘 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她一个柔然公主 为何三番四次 和宫女过不去 听说卫央姑娘 是说了对柔然不敬的话 恐怕没那么简单 殿下 不管怎样 安乐公主这般 不饶人的性子 如果她真的有一天 成了殿下的王妃 恐怕 她能不能成为 本王的王妃 还不知道 一天到晚的跟着 真讨厌 可是 他们都是可汗派来保护公主的呀 这是大魏的皇宫 还不够安全吗 这几日你们跟着我辛苦了 这些是赏给你们的 谢谢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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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这个也给你了 啊 快快快 快快快 你别强了 这个安乐公主可真的闹腾 不过也不枉费我们在暗中 跟了她这么多天 现在终于单独一个人了 二姐 安乐几次欺负于你 我帮你出气好不好 我帮你出气 小姐你看 得手了 李维扬那边呢 安乐出事的时候 不能有人看到过李维扬 小姐放心 奴婢安排的人 只要看到这个风筝后 就会想办法将李维扬迎走了 大家把衣服都洗干净一点 是 姑姑 奴婢是刘夫人那儿的宫女 清夜 有一件事想请教姑姑 不知姑姑是否有空 有什么事 姑姑请跟我来 你要是有什么事 你就在这儿跟我说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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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事要忙 等我忙完之后 再去刘夫人宫里面找你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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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嫦娥 嫦娥 二姐 这么巧 是啊 今天妹妹怎么到宫里来了 还不是因为那个安乐公主 赵阴娘娘最近耸赵我们入宫 陪伴安乐公主 这段时间辛苦妹妹了 姐姐这会儿怎么清闲了 我刚才啊 遇到一件古怪的事情 什么古怪事 有一个自称 是刘夫人宫中的宫女 行色鬼鬼祟祟的 还把我拉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这么蹊跷啊 那姐姐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了 自从被东平王陷害之后 我便提高了警惕 刚才一发现不对劲 我就立刻离开了 小心一点总是对的 很久没有见到妹妹了 不如陪我一块走走吧 好啊 走 怎么样 公主找到了吗 没有找到 没找到 奇怪 听他们说公主明明来了这里 怎么不见了 走 我们去那边找找 好 是 是 前几天和敏德去击败三婶的时候 我想到了很多事情 姐姐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很多人 有三婶 有紫嫣 有志云柔和李敏锋 以前欺负我很多次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我还想起来 每一次我被人欺负的时候 妹妹你总会挺身而出来帮我 即便你为此受伤 但下一次你好不犹豫 我一直都觉得 有你这么一个妹妹 我真的很高兴 我也很开心有你这个姐姐 嫦如还有事先走了 嫦如 我真希望我的推断是错的 对不起 小姐 弄辩没想到 柳威央突然就有了戒心 差点被你坏了事 还好她遇到的是我 只是这样一来 我也被牵扯了进去 什么 公主失踪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是又完午山之后的事了 然后没过多久 公主她就不见了 你这贱婢 不管你没有伺候好公主 不过公主有什么闪事 你先将你随时万顿 奴婢知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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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大人 现在不是指责的时候 尽快找到公主要紧 不错 我们的公主 是在你们卫宫失踪的 要追究责任 也该追究你们大魏的责任 传阵旨意 全面搜查皇宫 我必尽快找到公主 是 来 我们去那边 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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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仔细搜 安乐公主不会出事吧 虽然她很可恶 安乐 可是看到李敏德这么着急 还是希望她能平安 相信他们很快就能发现 安乐公主的尸体了 我娘说得对 我不能作弃 我付出了那么多 绝不能被人踩在脚底下 如今安乐公主已死 下一个就是李未央了 这就叫做一箭双雕 小姐真是聪明 只是 在此之前 我必须先去见一个人 来 妹妹这次找我 又有什么事啊 我可不想参与到 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中 什么你的事 我的事啊 如果有关李未央 算是谁的事 如今 你不会认为她还能 对我造成威胁吧 你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看来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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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臣未能保护好你 臣罪开万死 安乐 怎么会这样 安乐 公主 公主 殿下 公主 我们和韩一番诚意 从公主前来和亲 没想到 公主竟然在你们卫宫中 被人谋害 若你们大卫不能给我们 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柔然 是不会善罢甘休 公主 石山大人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查出公主的死因 给贵方一个交代 公主 这里有发现 殿下 安乐公主 安乐公主身边发现了幻衣局的腰牌 一定是凶手行凶时 不宜先落下的 凶手 一定就是你们幻衣局的人 是 石山大人少安勿躁 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将你们的腰牌都拿出来 未必嫌疑 大家都把腰牌拿出来 怎么回事 你的腰牌呢 我的腰牌不在这儿 一定是她 之前这令宫女和公主发生过争执 公主不过是出手教训过你罢了 你居然 一定是你怀恨在心 杀害了公主 不是我杀害的安乐公主 凶手另有欺人 这个腰牌上并未可有名字 李维央的腰牌不见了 并不代表她就是凶手 不错 说不定 是某人偷拿了李维央的腰牌 目的 就是要让李维央成为第死鬼 安乐公主两日前五十左右失踪的 你们都说说 你们那时候在什么地方 有谁能为你们作证 那个时候我们刚吃完午饭 大家都在起居室里休息闲聊呢 对 除了魏杨和小红 大家都在的 我是去给娘娘送衣服过去了 我还在那边逗留了一会儿 有人可以为我作证的 五十过后我确实不再换一局 不过 我在东廊碰到了我的三妹李长茹 还有一个叫青叶的宫女 他们两位都可以为我作证 你陪人去和少他们的说词 是 怎么不见王子 因为公主的死 对王子打击太大了 王子病倒了 宋爱 找人把王子照料好 是 传嫌犯 李维阳怎么又是你 陛下奴婢冤枉 证据确凿你还敢说冤枉 陛下 这个奴婢蛮口谎言 她说宫女青叶能为她作证 可惊人查识 刘夫人宫中 根本就没有叫青叶的宫女 她说的话 还能信吗 这是陷阱 陛下 我三妹李长茹可以为我作证 当天我和我三妹在东廊聊天 臣已经派人请李长茹进宫 李长茹姑娘觐见 臣女李长茹见过陛下 李长茹 你仔细想想 两天前的五十 有没有见过李维阳 两天前的五十 二姐 两天前你进宫的时候 我们不是见过面吗 你仔细想想 我们还聊了很久 对啊 你可要仔细想清楚了 事关未央的生死 若是你敢妄言 可是欺君之罪 你们干什么 逼着人做假宫吗 公主在天有灵 你若不说实话 必遭天打雷劈 是 臣女那时 确实见过二姐 我就说了吧 魏央是无辜的 你是她妹妹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帮她圆皇 那你告诉我 那天 你在哪儿看见她的 是 是在玉花园 长茹 你再仔细想想 那 是在幻艺局 你们一个说在东郎 一个说在玉花园和幻艺局 李维扬 你有分身术吗 她根本就是在帮你圆皇 她根本就没有见过你 你好大的胆子 当着圣上的面 你也敢胡言乱语 陛下 求你放过我姐姐吧 我姐姐她是无辜的 虽然我没有见过姐姐 但是我相信我姐姐她一定是无辜的 长茹 你在说什么 我是你二姐 对不起 我帮不了你 对不起 为什么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陛下 奴婢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你们两个之间 必有一个在说谎 李长茹 你可要想清楚了 如果你敢骑军 不但是你死罪难逃 连你的家人 也难以幸免 还不说实话 陛下饶命 臣女说实话 两天前的武师 臣女的确没有见过我二姐 那个时候 臣女正在和我大姐 高阳王妃在玉花园里 传高阳王妃 姐姐 倘若只有我一人 我必舍了这条性命帮你 可是 现在关乎到整个李家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了 李长茹 我怎样都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是这样的人 二姐 高阳王妃进监 拜见陛下 高阳王妃 两天前的武师 你身在何处 那日 我和长茹都受到 吕昭与娘娘召唤进宫 我们在玉花园偶遇 便聊了一炷香的时间 陛下 此事已经很清楚 我们的公主 在你们宫中 被你们卫人所杀害了 且不说有何巨星 光是护卫不利的职责 你们就难辞其咎 我会遣人 把此事禀报给可汗 若陛下不能给可汗 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柔然 绝不善罢甘休 属下告退 可汗 长茹 我一直把你当作好姐妹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难道当初的一切 都是假的 让我的 Sunny flats 让她赶 socks 咬回来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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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李长茹 我警告过你 不要对李维阳下手 你把我的花当耳冰锋吗 殿下是不是误会了 这次可与长茹无关 李长茹 帮忙还真不敢小看 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什么都敢做 这次与长茹无关 我不跟你废话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 暗老公主的死 跟李维阳无关 这件事长如办不到 圣上面间有证人 证明李维阳在说谎 没有人能够帮她 你那个证人 李长乐 我们两个是狼狈为奸 是 我们是狼狈为奸 殿下是想去圣上面前 告发这件事情吗 圣上一定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 而且他会对很多事情感兴趣 你竟敢威胁我 我并不是在威胁殿下 我只是想让殿下知道 长茹才是一起为殿下着想的人 那个李维阳到底有什么值得殿下在意的 他信你吗 他能帮你吗 殿下甚至不敢将心中所想暴露在他面前 没错 她的确不是跟我一条心 但她迟早会是我的女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她吗 因为她是第一个让我放心的女人 因为她是第一个让我放心的女人 她是唯一一个让我愿意交托我生命给她的人 殿下现在是在怪我狠独猛 可这些都是殿下教我的 我步步心计 步步坚信我为了什么 就是能够站在殿下身边 为了帮殿下完成心中所愿 我为殿下付出那么多 我才应该是殿下最在意的那个人 李长茹 你以为你是谁 你只不过是个奴子 你以为成为本王的女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如果李未央发生任何事 你就等着给她陪葬 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 就流浪在你怀里的过渡 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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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流浪在你怀里的过渡 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 如果你每一颗都挂着孤独 就抚摸让你冰山化成虎 我陪你风得人心浮沥 笑得也模糊 就一颜来别成一种天赋 我心跳在你面前有了温度 我为你开始领悟 忘掉明天和假如 幸福就是满足 这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不自觉能见你笑抱你哭 我为你有了旅途 不管你天涯几步 我都不在乎 我都不在久 你放心 我也别 rif 你在乎 你 oldest